有沒有人跟你說過 你長得有點像博恩啊 曾博恩靠著脫口秀走紅 他幽默 逗趣 誇張的表情 及肢體律動 總逗得觀眾哈哈大笑 然而這幾個招牌特色 卻讓博恩必須多攪睡 前年三月 曾博恩在北流辦活動 名稱就定為有趣的演講 三場活動海撈兩千兩百八十三萬 但為何這麼命名呢 當時他說 是要做個大型實驗 有娛樂性質不算演講 所以要我們去繳娛樂稅 欸 所以 所以我現在是稅捐出認證的好笑囉 關鍵就在 若他們辦的是演講活動 就不用繳娛樂稅 但若辦的是單口喜劇的記憶表演 一北市的自治條例 就必須繳稅 一開始我就知道 我需要繳更多的稅了好不好 我想要挑戰娛樂稅這種雙標濫法 然而三場活動 薩泰爾為依法辦理登記 也未辦理娛樂稅爭免手續 之後遭北市稅捐出命 需補繳娛樂稅二十六萬多元 薩泰爾提告撤銷繳稅命令 但法院認定 柏恩以令觀眾發銷的雙重標準舉例 可見三場活動呈現的實質表演內涵 確實是以具有娛樂效果的單口喜劇方式演出 與演講有別 判決敗訴全案可上訴 薩泰爾回應 還沒收到判決書 所以敗訴原因尚不清楚 待判決書出爐後 會再和律師討論 有粉絲認為 博恩雖敗訴 卻是實演的大成功 但也有人認為 博恩這麼做 是在浪費司法資源 3D新聞 戴偉成 陳玉璇 台北報導